我都明白你的感覺 你是沒有感覺的嘛 你之前聽我說的 可以這樣說嗎? 我有感覺 我那間Secondary School漂亮 真的很噁心 很大間 真的很噁心 Hello 各位好 來到這個清晨 這一次的Vlog是帶大家 其實帶我自己去之前的幾間學校 有這個Junior High School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譯 因為它還有一格才叫做高中 第中 然後就High School高中 首先就是這個寒冷的夏天 現在6月份 溫度是14度的 老婆就會做攝影師 首先吃了東西 然後就慢慢再買手信 然後拿去 希望有機會幾天的日子 touch down這些地方 1994年的5月25日 我正式入學在這裡 為什麼5月呢? 你問我爸 一來就考試了 這樣也通過了 因為他不會不讓你通過的 一來加拿大 就住這棟 Apartment 1000呎 那時候好像200多元加幣 一個月 貴的 200多元加幣 為什麼呢? 就是方便 你一住這裡 你回Junior High School的這裡 這裡是Grade 7至Grade 當年呢 我們的Grade 是好像只有7個課 那時候 因為玩排斥的 那時候 你問Brian知道了 我滿到沒有人 Cafeteria我都不做什麼 我的Dunge就會來這裡 找我媽媽煮飯 我就先下去 讀書讀書讀書 不認識朋友的 類似是這樣的 那時候進來 這個門口一開就沒了購物 那時候進來 什麼都幾排華的 給客人嚇 Day 2 還是Day 1進來 然後他就要走過來 問我要用那部機 我聽他們說什麼 但我覆不了 我就是No 我記得類似 他開始轉身 因為他推開誰 讓他 我就死不了 因為我笑我欺負人的 你欺負我 他勾我的 你看Grade 7 這麼高吧 我不知道 但我都不是小顆的 他問我再問一次 他說No 然後呢 他走了 空氣他就走了 他那個靈子好像阿福那樣 真的好像幾個 阿福真的很阿福 是一個Latin 膚色 小顆一點 更小顆 他說你死定了 他叫Corea那個 然後小色一開門 衝出來 他就追到我來這裡 就是這個生手的柱子 其實跟我騙過手 自此之後幾年 他欺負了幾乎一半的中國人 只有那3、4個 就沒有欺負我 所以人是要這樣 那時候你整個人很傷心的 都不知道做什麼 你如我炸金枝玉葉 金光補氣 珠光補氣 金光上身 都會做什麼 你想回頭白癡的 你生氣就生氣就生氣 這樣就說 你做你自己做的事 你覺得這樣做得對的 別管別人 提我自己 每天都敢教我兒子 他這段時間會最苛刻 到了移民的第2、3個星期 因為我是當中 都第一、第2高的 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誤會 覺得我打籃球很厲害 然後他就約了打籃球 一上場就是這個場 每個人都爭著 我跟他同一隊 其實我一次籃球都沒有打過 結果中了 打籃球不行 你踢球可以了吧 翌日踢球 咬完 之後呢 盛連我也看鐵打 之後我就苦連 晚上勁拿籃球來 就連你入第一個 學兩步半 第二個學speed move 然後學踩場入樽 未過grade line都會踩場入樽 踩場啊 不是就這樣跳入樽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裡有籃球 你怎麼拿著啊 試一下咯 我沒有射球 你給啊 你不怕骯髒嗎 下公主 嘩 你進我還有面子 籃球 哈哈 一個球一個籃球 這麼簡單啊 你進MBA啊 哎呀 你幫我 通常都 去到grade line的時候 我就轉了去high school 搬到另一個地區 離開了Brian那些 之後就有繼續很強烈的聯絡 竟然 之後就成為好朋友了 下一站呢 駕回去high school 跟大家去看一看 他叫lanstaff 在Richmond Hill 我借大概印象呢 記得 三日這個位的 哎 弄了嗎 What 這裡啊 那個牌子很小 在這裡 看到嗎 在這裡 是啦 沒什麼車就走了 Yes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中學 叫lanstaff secondary school 它不是名校來的 但是我們讀那年 突然間排了 蒙 蒙到這樣而已 那年呢 突然間排了去全安省的第一 還是第二名 我不記得了 我只是我們一年而已 那一刻好像就沒有了 這個circle呢 就是以前我坐的黃巴士 然後繞繞繞繞繞 這個位呢 我就上巴士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去黃巴士的最後一行呢 因為過了一些speed bump呢 我們整個屁股都會飛上天空的 是很白癡的 真是 這邊呢 就是一般學校都是有個feel的 但是 這個我知道是 應該是standard size 就是很正統的 official size 可惜呢 我是完全不會踢球 不會玩football 看那些美式的電影呢 那些家長看那些小孩 我完全沒有這些經驗 我都不玩 對不對 那些是很typical 美國人告訴你 這樣的生活 根本不是每個student 一定要玩football rugby 你都沒有啦 對不對 Yeah cheerleaders 那些呢 全部片都是這些 沒有的 百分之十的人是做這些 每年一次呢 我們加拿大有個terry fox 因為cancer要ampute了一隻腳 那他大概一隻腳呢 都立志籌款 for cancer patient so run across across一次 以後我們每一年呢 就有個terry fox run 至於每間學校都會全門run run到個心跳死了 我最記得這邊呢 就有個籃球架的 那這裏是後門 我好少出來 因為你都好少 無緣無故 算上課會射球 但是食堅的朋友就在這裏 所以我極不想出這個門口 不是一班人吃煙的朋友 不過你們在吃煙 最好介紹 找辦法 就是這麼多了 籃球架之前 這個位呢 沒有記錯的conferteria 就是這裏了 食堂 就是這裏了 那個籃球架呢 就是我唯一在這裏會射球 但是其實 我們都是brake會射球 但是呢 我們都是會回去 我們自己的牆那裏打球的 那個籃球架還不停的 有兩邊的嗎 為什麼兩邊在牆那裏 沒有這塊的 我去extend了 我記錯? 籃球架只有一個 那現在不知有兩個 然後很明顯呢 現在年輕人會入瓶 入到軟了 一個普通校呢 一個陌生人 可不可以就這樣走進去嗎 不行的 多數你要進去 看看他有沒有空 他沒有空 他沒有空就不理你了 有空他就會不理你 還有我們今天歲數 都不像你十九歲 我完全沒有印象 這些locker是什麼 而我猜呢 就走這邊才是cafederia 有攝影機 我剛才在拍 又在拍他的閉路電視 這裡真的有閉路電視 這麼高科技 以前我又沒有閉路電視 我沒有交學費 是不用交學費的 有什麼費要交呢 去旅行 pizza lunch 照片就鎖了鏡 那裡面的人是誰 不鎖你就怕了 自出自入 這裡就變了 看看正門兜過去 給大家看一看 Lobby是可以你進去的 再進去就一定有 你Lobby查詢很正常 譬如你家長接仔 不過看我們的樣子 好像有個十八歲的仔 然後呢 我記得這條樓梯 其實很多回憶 這條樓梯有個中國人 我們歲數要扮形 男人 男人 他在這條色色樓梯 在這裏 我對他跳到下面那個 他說這次死定了 他又沒事的 好怪 Oh I'm sorry 這個才是cafeteria 我真的忘了 吃多少年沒來 差不多20年了 那麼這個cafeteria 這個位置 有時候會開 找貨境 很多香港人有時候 做的那些marketing project 就是賣魚蛋 好衰的 你做什麼project 叫你賺錢 你做些賣魚蛋 全部呢 那些同學賣給自己 就會最成功的 拿到最多分 就是賣魚蛋 就是這樣 這個cafeteria 每一天 看到裡面的外面 有一段長的時間 我在裡面 叫一個Turkey 和他的Lunch 坐在那裡 和朋友 玩啤牌 但是玩什麼呢 就是玩日21 四張啤牌 四個人出了 或者五個人都可以的 一齊出一張 最快用加減乘除的方法 算到21 就拍 這裏玩一年 差不多五年 HIGH SCHOOL 玩了三年 三年天天天都玩21 所以整班朋友 你說得對嗎 是influence 如果Lulu整班朋友 都是這樣 我們覺得玩Math的遊戲 是開心 是刺激 還有挑戰 有時間 有時間不少會坐牌 但是一定 最後都會玩21 131 找到 直接一出牌 就知道那條數沒有 我是保證 任何家庭成員 算不到21 其實很少 剛才那個位置很少 我絕大部分 就是Lunch 吃完東西 要是早幾年 即是第二三年 就會買東西吃 然後坐在那裡 打21 後面那兩年 就會上去樓上 走廊那裡 直接在二樓這個位置 拿著那個碟 吃的東西 就在走廊上坐21 就上課 我們全部讀書人 你不要問我問題 你不懂的 你回去讀 我上課那一刻 可以教你讀哪個篇文章 做什麼 你沒有人會找我們 為什麼呢 我第一兩年不行 最後那兩年 在走廊坐屁那裡 全部 我是偏低分的 我拿了九十幾分 全部那些是優異 好像在結束的時候 你跟他說公事 是影響他的智慧 這樣的情況 前面 前面 就是這個就是辦公室 應該有這個東西 有啊有 在這裏 你亂來看嗎 沒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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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現在辦公室沒有人 不要緊 繼續走 這個 這個 難切呢 就是呢 當年呢 我在這間房間 考完那個 測試 我知道的試 那時候是拿了103分 進去考試 那個試 最後拖替我交了9分 最後是這樣 但是當時我知大陸 我就去這個廁所 撼牆 撼頭埋牆 就是這個廁所 好慘 你拿低分就沒問題 當你拿100分 差1分完美 那最後一級 差1分完美 我知道是很囂 但是那個感受 你明白嗎 就是差1分完美 這分是沒有的 這邊呢 就是打鍵盤 這邊呢 就是學法律 今時人打鍵盤 都出名了 我一分鐘打150個字 剛剛那時候 Junior High 就響了多了 唉 應該我的鑰匙是這裡的 如果沒有坐 那些鑰匙一打開 就有些裝飾 那這裏我就不會坐在這裏 我鑰匙在這裏 那兩年鎮下去 因為這裏太公開了 T字位 這裏就是讀Physics chemistry 95分 那時候真的覺得很proud 就是成世人 你的分數 高分是一齊 所以呢 那時候覺得 很成功 唉 但是 誒 兩年 圍得出來 這裏 吃完薯條呢 我買了薯條給人拍的 一定給人拍的 坐坐坐 之後呢 我妹妹的鑰匙就在這裏 我經常來巡視她 看有沒有嚇她 我經常過來呢 找我妹妹 有沒有嚇你今天 我不是告訴她 我告訴她 我告訴她隔壁朋友 你有沒有發到呢 今天有沒有嚇你呢 今天有沒有嚇你呢 她坐在這裏 這段時間呢 就是我們最後呢 一邊探討那些大學讀什麼呀 那都幾分道揚標的 有些讀articat 因為我是兩邊的 她就讀articat路線 我畫了那些portfolio 另一位呢 就是因為我高分 所以讀engineering 那樣 結果其實我喜歡architect 但是因為你沒有了那些分 就讀engineering 然後呢 這個位呢 經常一些中國人呢 被人叫她的車 是要拖走啊 或者沒有permit 一上水下課就下去的 然後吃煙下下面 所以呢 我感覺呢 這個位置很多飛仔 我叫飛仔 因為我是讀書人 她不讀書 又吃煙又玩跑車 你哪裡來啊 就是我的時候的感覺 這個文章就有了graduates照 鼓起勇氣 我去響點 我先問 先關機 問了啦 她給她 向這邊down the hallway 然後拍張照 她給我拍這些 她又沒有答應不行 這裡啊 這裡啊 哇一二幾個 不是吧 graduates呢 九九零級當我的朋友 Brun Sanna Ricky的老婆 May Atlas 全部我的朋友 根本我可以做一年畢業的 那些 很搞笑 長衣袋 你幫我打卡 我覺得你很收家嗎 為什麼就是沒有零零呢 Math tutoring room 你肯幫同學補習呢 你只有三分 所以我補習還需要 九十九分 差一分 我不幫人補習呢 我就九十六 可能 出門口 就忙巴士了 Bye I miss you next time我來呢 2040年 next time 20 years later 出去這裡 就在這裡搭忙巴士了 就是我每一天 每一天做的流程 這個就是我中學了 給大家看一下 給我自己拍過片 懷念一下 你呢 多久沒有回到中學 十年有多 你回香港前有去的 入大學已經不回來的了 但是不是 我老婆小我很多的 所以我差不多20年 她是不是也差不多20年呢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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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我老婆今天跟我來 那...Yeah 好了 這集到此為止了 去完我學校的之旅 給大家八卦 最主要是我自己的回憶 好了 大家都留言 關於教育 我自己本身就在加拿大 很小 讀到大 所以為什麼會考慮回來讀呢 最重要是因為我熟 我不熟 其他地方 有親戚 有朋友在這邊 他親戚 他朋友在這邊 給大家分享 今晚還有很多其他教學的 和投資題材 都在我們的YouTube 和Facebook裡面 都有了 或者下載到App 會更加多的節目 下次再見大家 投資不是打專利 下次見 Bye Bye 去完看舊學校有什麼心情 心情很奇怪 回了回去已經20年了 有趣 感覺 新淨了的地方 還有浸味沒有 現在會髒一點 不是 以前更髒 沒有人理會的 沒有人投訴 可能坐在地上 我不知為什麼都會坐在地上 你感覺到是絕的 那些桌子 我沒有問那些桌子 但桌子應該你用完 你拿去聞這個位置 摘住桌子 這個位置應該有一股臭味 今天好像 那些張椅頭有做事 我想 以前那些張椅頭沒有做事 很多回憶 最後是看著照片 1999年上我從來沒有拿在手 只有他們自己家裡有 如果這樣 或者如果怎樣 結果今天有什麼不同呢 好像蝴蝶效應那樣 我選了Grade 12 就畢業 其實是不是真的早點是好一點 很多決定都是大概可以控制 回想起來 有這樣的感受 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控制到 有些真的被迫著你見步 你20年後 今天想回20年前 有些都很無聊 你計劃不到 來吧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